阿公带我回农村了 今天他就带我来相关他们家的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前面最初的样子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杂草都从水里里长出来了 阳光下干活的超哥格外帅气 纸敲捞桥爬 大扫走 门翻上阵 大门口的梧桐叶也小一小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把前缘打扫干净了 阳光照进来 就没有之前那种萧条的感觉了 接下来继续打扫后院的卫生 超哥加油哦 这是后院最初的样子 超哥清理后院的杂草 先把草都堆到这个圆圈里 先把草都堆到这个圆圈里 再拿上完了 接下来就要清理两边的泥地 干了几个小时的活 超哥说要吃点水果解渴 果园里的干儿随便吃 吃完继续干活 茶树下的杂草太多了 打扫起来比想象的更辛苦 这棵茶树被堂腕要住了 这棵枝子花是我婆婆多年前种下的 现在也长满了各种堂腕 小哥把周围的杂草都清理掉 希望来年花开满树 希望来年花开满树 把清理好的杂草捆起来 拖到院子外面 只剩最后一点了 工院的卫生终于搞好了 明天继续清理房子里面的杂草 超哥加油哦 这是开场房间最初的样子 超哥又开始做起了5S 超哥说这个房间从他记事以来 一直都是堆放接杆的 他小时候家里面从来不会缺材烧 我们想的是这个开场房间可以改造成一个开放式厨房 到时候亲捧好友来聚会 不至于太拥挤 清理干净之后的样子 还是很有成就感 接下来这个小仓就不好清理了 因为老宅年久失修 房顶都坍塌了 断了的娘睡瓦堆了一屋子 超哥先将腐朽的木头都拉出来 小仓里堆了很多龙具 在这里发现了一把几十年的锄头 把木头都堆到大猪圈里去 差不多清理完之后 开始清理碎瓦 超哥还找到很多废铁 等每天有收废品的路过就卖掉 超哥用这个框来搬运碎瓦 超哥用这个框来搬运碎瓦 不省力效率也不高 于是超哥想了个办法 就改用点弹挑了 老宅真的是有很多老物件 又发现了两个坛子 还有蒸柳酒的设备 之前把骨子用的半桶 也放在这里的 半桶全都腐朽了 只能清理掉 开场房间和小仓库都清理好了 今天就干到这里 明天继续 超哥加油哦 这是这片地最初的样子 这是清理完杂草的样子 今天超哥表弟来帮忙 准备清理一下地里的碎砖碎瓦 一开始我们以为碎砖碎瓦只有表面一层 清理起来应该比较容易 哪想到地面以下30公分都还是碎瓦 真的是低估了38年的积淀 超哥和表弟只能尽力的跑啊跑 由于长时间没人打理 一些说不上名的植物的根 都已经长到长根里面去了 这是清理了大半天的成果 泥土下面还是有很多砖瓦石头 接着跑吧 要跑到墙根才行 超哥说有将近20年的时间 没在老宅住了 他印象中 这片地没这么多碎砖头 前几年老宅租给了别人 可能是他们做的改造吧 石头碎瓦碎砖实在太多了 只有先把大块的清理掉 跑出来的碎砖碎瓦 就堆到旁边的猪圈里 准备后面填粪坑用 超哥说等开顺之后 把这棵茶树移到另一棵茶树旁边 然后把水池移到这个位置 这片地就先清理成这样子 再去清理一下另外一片地 这些就是地里跑出来的宝贝 我们收出来两个猪草 后面可以用来种多肉 太阳快下山了 今天就干到这里 明天继续 超哥加油哦 小女生活收成 一到八十年十年 八十年来 你还欢迎家庭 今天有收废品的大爷路过 超哥就将家里面堆的废品 清理出来处理掉 本来这个沙发也打算处理掉 谁知道大爷说 超哥就只有将沙发推回去 以后再处理 这个床垫勾起了超哥的伤心事 这个床垫起码都有 二十七八年 当时我们爸妈旁边走 全身都念这个床垫的时候 我就一趟念我上去 他们捕捉我面 然后就捕捉回来 他们那边玩一个国家 因为我们回来拿这个床垫 之后我们能够抢了 他们一起去周围 有什么人生之后 他们有跟着 沙发想念他 在那边就把他拿来丢了 又找到了一个打鼓鸡 继上次半桶之后 这个龙鸡是进步了一个时代 但现在也沦为废铁了 大爷说这个打鼓鸡 四十块钱回收 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卖亏了呀 钱你了那么多 今天一百三十块钱 沙哥说晚上可以改善伙食了 处理完就收工 明天继续 沙哥加油哦 沙哥加油哦 we bed 等一下 混合 グッズ 玉米 看 鸡 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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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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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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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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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